车轮问题解决,无果后,卡梅拉含泪在网上又订了两个新的,好在只有两个轮毂受到磨损,不然就要订一套了。 地下这些东西则是一些有关刹车系统的配件,给车子开回,修理车库,更换刹车片以及刹车线。 现在卡梅拉正往里添加制动液,拧上螺丝进行固定,其他三个车轮也都给它们更换掉,真是好马配好安呀。 这新的车轮装上去,感觉整辆车子要高大许多,开着出去是架一圈。 接下来就是一些收尾工作了,争取今天就将这辆皮卡骨捣好,先去经销商那一趟,取自己还没拿的配件。 这一趟又花了576码内,回家途中,卡梅拉还给自己媳妇买了一束花。 今天是两口子的结婚纪念日,将备胎装进尾箱底部,把这辆GMC上面能用的阻尼板拆出来,装到新的皮卡上,前挡风玻璃。 昨天卡梅拉找了专业师傅给装好的,取出钱保险杠,将这个被烧保险杠上能用的电线以及传感器拆卸出来,安装到这个新的上面。 之前这个散热风扇哒哒的问题,本以为解决好了,可没想到试车的时候,还有,给它拆下来。 这次卡梅拉打算直接将风扇的电机换掉。 启动车子,检查是否还有搭搭的那种情况。 听着感觉还是有些,不过卡梅拉觉得状况十分良好,随后更换了一些老化的软管,把原先还没装的雾灯给接了上去。 另外刚刚在试驾的过程,卡梅拉发现主驾前轮这块悬架的拉杆有些毛病,于是给它换了一根从那辆GMC上面拆下来的车子看着挺帅气,但这内部的组件就有点那个啥了。 觉得隔山这个黑色框架不怎么好看,准备给它整成白色,现在这样子就非常满意。 把这水箱跟蓄电池安置好,拆除内饰板,将这个被烧的后视镜鼓刀下来,卡梅拉这短袖都穿上了,估计是修到夏天了。 后视镜卡梅拉花了一百码内,在朋友那找了一个二手的壳子,将就一下也能看,毕竟买个新的要五百码内,组装好后,给它装回车内,测试看看电动功能好不好使。 确定没啥问题,把原车的排气管切割掉,焊接一对新的上去,将整辆车子清洗一遍,真不容易。 第一次见卡梅拉洗车,车子拖回来,修到现在就洗了这么一次,清洗干净,再对车身进行抛光操作。 这辆为老爸买的皮卡,修到这里也就完工了,从去年秋天提的车,一直修到今年的冬天,这一路修过来,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,给车子开到自助洗车站,将车身上的积血清洗干净。 最后,卡梅拉说了一下,这辆皮卡的维修费用,当时是拍了两辆车子,一起花了14700马内。 这套轮骨1500,车胎1100,悬架配件1300,包含螺丝的费用,油漆材料200。 去修理厂解决车价问题,花了2000的人工费,东西太多,就不一一介绍了。 最后这辆皮卡修下来,一共是花了34000马内,工作时间大概1750个小时。